2018南投灯会今年特别选在 普利镇琵琶大牌 设置全国首创的水上灯区 先府特别感谢地方的寺庙 与观光业者共襄盛居 让普利水上灯区增添光彩 更加辉煌亮丽 欢迎全国的乡亲 白天来旅游 往上看花灯 吃在地美食 走在夕阳席下的普利琵琶大牌 彩虾在天空栏上一片射彩 放远望去 花灯在水影下水风咬溢 令人流连万粉 这就是全国首创的水上灯区 第一次来看到这个水上灯会 因为它每个灯都有倒影 所以真的非常的特别 非常有特色 而且规划的我觉得还不错 黄昏的时候 在那个元首馆那边 因为那里有椰子树 然后其实整个拍照过去很漂亮 就是倒影再加上椰子树 还有那个水上的花灯 整条看过去很美 今年我们林明镇县长 除了延续南投灯会的精神以外 更难得的就是在普利灯区 来办理第一次全国的 全国第一次水上灯会 本次普利灯区共分为幻窄灯灵 纷飞光影 蝴蝶水谷 漫游普利 光之铺群 首创灯栏 在地发光灯区 以及普利镇公所 另外加设的迎宾灯环境 一路从爱兰桥沿南光路 布置观环境 至实验林 完整协接普利灯区 让游客从台14线爱兰桥进来 就得一路沿着光环境前往灯区 保理灯区 我们普利漫游区 主灯区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流着光环就对了 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 中台山西的赞助 天照庄 地武廟 以及台伊花卉农场 包括友山尊爵 很多单位 都有自己的特色就对了 所以说 在第一次的这个水上灯会的设置 我希望大家看了南投灯会的主灯区以外 也希望能够进到普利来 看看欣赏享受 我们的水上灯会的精神 林信祥表示 普利为观光大镇 为了吸引春节游客 特别选在优良水域的琵琶大牌 首次设置水上灯区 也要感谢仲台山市 天前会馆 各地方社区等单位赞助 水中花灯倒映 景色相当美 就能带动地方发展 万奇光民众 孙杰除了到南投主灯区游玩 也要来普利水上灯区赏灯 让您不需此行